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我身旁这两位啊 是我四十多年的老哥们儿呢 沉心堂 孙前堂 虽然我们已经光荣退休了 但是 我们三个老家伙 又开启了人生的新宣章 你别说 还真赶成了一番事儿 向前进 革命骑士不可阻挡 向前进 向前进 朝着神秘的方向 向前进 在阳光太阳 忘了的日子里 我们手拉手啊 想说得太多 这次咱们集团的三十年庆典 那个晚会上可就看咱们了 咱们这些人你想想 上过山 下过乡 经历过困难年代 也经历了改革开放 是吧 虽然咱们提前退休了 但是我们的革命豪情不简 对不对 所以啊 在这个晚会上 一定要唱出 我们这一代人的风采来 好了 那今儿咱们就到这儿了 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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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对 对 还有一个事 我要跟大家嘱咐一下啊 服装可都收好了 可不许穿着跳广场舞去啊 也别让小孙子给尿了 这个演出完以后 这演出服还得收回来呢 听听了吗 听听了 鱼下锅了啊 今儿什么日子还吃上鱼了 现在的鱼多贵呀 妈 儿子虽然不能让您大富大贵 但是一条鱼咱还吃得起啊 今儿您可得多喝两碗鱼汤 补补您啊 清啊 您说 你现在日子是过好了啊 妈高兴了 可是你这当哥的就不管你妹妹了 这话从哪儿说起呢这事 您说 就我那不省心的妹妹 打我爸没了之后 上学 工作 谈对象 结婚 生孩子 哪件事不是我给他操吃的呀 那不管他呢 你看看你妹妹那小房子去 人进去楼 连个弯身子都准不开呦 他儿子还要在那儿娶媳妇了 巴掌大的地方肉 还要把媳妇娶进家来 那婆媳俩还不天天赶账 你说你这当哥的不管 谁管哪 清啊 您说 你妹妹今天上午来了 嗯 跟我哭了半天呢 为什么事啊 她想买个房子 那个让乐乐他们结婚 住在新房子里去 买呀 她买了那么多的钱呢 你这当哥的这时候 你无论如何得帮一把 这个意思啊 闹了半天 您这闹这个呢 妈 萧琳 您的长孙 一家 也跟咱们住一块呢 咱们可是 四代人住在一套房子里 您说要是买房子 咱是不是得先考虑她呀 没有 那就算了 别管你妹了 别管你妹了 你妹是死是活 随她吧 爸爸呀 你 你怎么 你怎么早早的 你就走了呢你 你说你 你倒踏实了 你这让我怎么办呢 行行行行 您别生气 让我再想想 好不好 这谁 我得接个电话吗 您盯着鱼汤啊 别干了波 不 老张 什么事啊 老肖 还是周年几年排练的事 大股联付的费务集团 什么时候给老肖呀 我早就上报了呀 走流程的 老肖 你给你转话 这事你还管不管 这叫什么话呀 我一公会副主席 这事我能不管大伙呀 行啊 那我们就再等等 这家里的事都忙不完 这又来事了 好 什么声音 是不是有人跑了 抓住了 让我来 站住啊 别跑 快点 这老家伙 还把门锁了 束 小月 你接着我点啊 你小心点 小月接着我 叔叔 叔叔叔叔 叔叔 你没事吧 快上车吧 行了 可以放松一点了 哎呀 小月 问你问题啊 什么叫P2P 说是是什么意思 看就是不懂 跟你说啊 P2P 就是网络信贷公司啊 是这个最先进的金融机构啊 就他们这帮人让我干什么 让我做部门经理 好 但是我没干 为什么呀 他们让我当这个经理啊 是专门忽悠老年人入坑的 那我能干吗 是 不是 再说了 你叔叔做事是有底线 犯法的事绝对不干 对对对 小月 那你来接我 陈欣诚 不知道吧 叔叔您放心吧 您不是再三叮顶过目吗 我没跟他说 再说了 集团里出这么大的事 他焦头烂顿 也顾不上这些 这我都听说了 您在里边信息还这么灵通啊 那是 想当初陈欣诚 他从部队转业 刚来咱们厂的时候 也就跟我一样是普通原封一个 后来啊 承包了厂子 发了大财 但是风水轮流转呢 我是眼见着啊 他 他头上那头发一天比一天少 福祸总相依呀 知道不 我要回去了 那一切都将改变了 对 叔叔您说的对 那叔 您是那福门还是那祸 上这我懂了 本音乐开大一点 要一个荒快的 庆祝孙前程 凯旋归来 想说得太多 新款苍然了 所有的童年 风云童月亮 时间的交往 你怎么来了 别捣乱啊 还练呢 我怎么来了 我是被你的歌声吸引来的呀 听说没有 孙前程 出去搞传销 让人给打回来了 没有的事 瞧瞧 脸上没伤 腿没瘸 这头一回吧 说什么呢 我跟你说啊 那个有重要的事 我要跟你说 去 别 别 别找货我们 我们继续排练啊 去 去 别影响我们 我有重要的事跟你说 谁一边呆着去 那行 我一边呆着 我到你那个专车上呆着去啊 我等你啊 等你 大伙别受他的影响啊 咱们继续排练啊 好 你怎么会找地方啊 你这行 你是百足之处 死而不僵啊 跟你比不了 哪儿都能坑闻拐天 给 我也拿一瓶 赠什么给你呢 我刚才还唱了一句呢 我跟您说啊 张静 你说你这样卖力气 你唱得再好 他陈欣诚还能反聘你 当公共会副主席吗 没有用啊 咱们集团三十年的庆典 我参与 我高兴 三十年庆典 咱们集团 没了 什么意思 没了 新城集团 马上就要被先例集团收购了 先例要收购新团 这什么可能的事啊 你这 人家陈欣诚 现在还干劲十足呢 陈欣诚多胆怼呢 六十三啦 我告诉你 只要收购协议一签订 最先踢出局的就是他 反了他们啦 没王法了这是啊 收购 收购 收什么购啊 我新城集团好好的 谁说收购就能收购吗 还背着我开什么董事会 真是的 反了他们了这是 集资啊 还是得集资 三十年前 电子管场九死一生 靠的就是集资才有了 新城集团的今天了 咱集团现在又面临了 生死存亡的时候了 得拿出奋力一搏的精神来呀 诶 陈总啊 我是肖当静 我跟您汇报一下这个 咱们集团三十年庆典演出的事 老同志们热情特别高啊 真的 加班加点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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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正忙着呢 我叫他说 我叫他说 南无城集团真的是要被收购 庆典真的没了 我就知道您准备回来 下车 下车 我有事啊 你上哪儿去 我得上集团去一趟 我得问问陈新城 是他让我 召集大家伙排练的 撇家舍业 天天往这儿来排练 谁家不是一大摊子事啊 服装都是我们自个儿 点钱卖的呀 我怎么跟大家伙说 怎么跟人大家伙交代 是是 那我更得跟你去啦 你又不是我们合唱团的 你去干嘛 我跟你说 长青啊 买土干你行 乘维吾 那是我的擅长 行行行行 咱俩是天生的搭档 行吧 你行吧 你擅长什么我还不知道吗 你擅长的是坑蒙拐骗 我跟你说 长青这事你真得听我的 乱世出英雄 集团发生这么大变化 这是咱们的机遇啊 咱们给他施加压力 把他逼到墙角上 让他无路可退 腿没摔断哪 钱诚啊 这要不是你啊 我都懒得管 你说你这些年 不在家里好好地养老 竟在外团弄点子 不着调的事 我是不是活到老 奋斗到老了 行行行 少来这套 你这两年这事 哪件事不是我把你捞出来的 你就老老实实在家里头 养老嘛 长青怎么穿成这样 精神哪 我这 找我有事啊 是 那个 陈总 不是这样吗 就是我带着 带着大伙正在为这个庆典排练呢 突然听说 先例要把星成给收够了 大伙就让我代表着他们来问问 这事是真的呀 还是假的呀 听谁说的 我说 孙全程 我警告你啊 你可不要造谣声势 先例集团收够我们 我是董事长啊 我没说话 谁能收够啊 是 是 你是董事长 可是现在谁都知道 主事的 是你的徒弟 袁英识 你已经是被架空了 这谁说的呀这是 星成集团还是我 陈星成 董事长 说了算 可是你马上就说了不算了 小元 你说 我人不在 谁能决定我退休啊 你等着 你等着 我说话就过来啊 说了 哎 星成 等会儿 我还有个重要的事呢 你 你得把这发票给我报啊 欢迎啊 欢迎先例集团 今天算是我们第一次正式的接触 我们集团将以最大的诚意 来看待这一次收购 谁呀 谁答应收购啊 这几位是 陈总 这几位是先例集团的 刚才您不在 董事会开了个会 大家集体决定 让您退休 董事长不在 董事会决定让董事长退休了 你们有这权利吗 气死人了 先例集团不能竟盯着我们的优良资产 我们新城集团有五千职工 有八百多离退休的老同志 你们要全面负责 这儿不行 还是听不见 磕枪上 贴枪上 小远 外人这么说我们的职工 我都不说什么了 你作为我们集团的首席 你这样说我们自己的员工啊 新城集团有今天不是靠谱的员工 打拼出来的吗 你现在找了新东家了 你把他们当包袱就扔了 你把他们当包袱就扔了 陈总 我不是那个意思 那你是什么意思 杭严良 就这么怼他 他刚才说的 四十五岁就下岗了 四十五岁就不能干了 好什么好啊 四十五岁以上的人都不要了 你算咱们多大了 都六十多了 陈总 您还记得 咱们在黄庄有一个老厂区吗 黄庄老厂区 咱们把它改为 老职工安置和活动中心 就由您来打理 答应啊 傻瓜 赶紧答应下来啊 黄庄老厂区 淡在干吗呀 你记得个溜啊 一会儿跟你说 别说话了 我听不见了 再见啊 谢谢啊 再见 谢谢 现在召开董事会紧急会议 刚才同意我提议的请举手 五比一 陈总 您看到了 这是董事会集体的决定 从今天开始 您成为集团的荣誉董事 有权列席董事会议 同时 把黄庄的老厂区 批为老职工活动中心 具体运营由您来打理 取消集团三十周年庆典演出 什么 合着我们这几个月练了半天 不唱了 你当初对我们许下的什么 还说唱好了集团会给奖金 现在倒好 白练了几个月 连上台的机会都没了 就是啊 我们花自己的钱 买水 买饭 这演出服 我们还做了几身呢 就关于演出服这个事 演出服 集团决定给咱们报销了 报销之后啊 这服装啊 它就归来咱们自个儿了 这好吧这个 这种好事你哪找去 对不对 黄庄派出所吗 我是新城集团董事长陈新城啊 你们这个 又贺孙前城啊 你这是想干什么呀 都是老朋友了 我这 这 这 过一半干瘾 你行啊你 我算是让你说着了 你这张乌鸦嘴啊 说什么来什么呀 你 这话说的退下来了 这不又有好事了吗 黄庄旧厂房 不是交给你管了吗 你怎么知道的 你偷听了 怎么叫偷听呢 你说话声音那么洪亮 我捂着耳朵都能听得见呢 这就让我听见了 我得说明一下我的态度 新城我跟你说 你知道黄庄那个救场区多大吗 光派出所就仨呀 你知道管多少人吗 说出来吓死你呀 好几十万呐 你想想 好几十万呐 那得多大一块地方啊 你这简直就是吉人自有天象 天上吊羞和狗头进来 把砸你脑子上了 多好的事啊 仨派出所 几十万人 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这没关系啊 我跟你说 你啊 赶快 趁着呀 小元对你心存内疚 跟他谈条件 不能叫职工活动中心 得叫养老中心 行行行行行 养老中心 我听着够老的 暮气沉沉哪 我不同意 现在我跟你说啊 这个活动中心 跟养老中心 虽然只差了两个字 但内容却千差万别呀 现在我们国家 已经进入了老龄化社会 养老产业 那是朝阳产业 大有可为 你要这么说的话 这地方太破了不行了 那我们集团要投资改造 千万别 先生 你听我说啊 既然人家把那块地 交给了咱 那咱就把它管起来 要保持独立运营 我接个电话啊 好 先生 什么事 你可真是人在家中坐 喜从天上来啊 我呀 给你谋了个官职 行行行行行 什么官职不官职 告诉你这排练好几个月了 突然说不演了 怕什么没让大伙给吃了 我先问你 你当的最大的官 不过就是一个 工会副主席吧 我给你谋的这官 可了不起了 是什么官 你说集团要把老厂子弄成养老中心 以后老职工都上那儿去 你可是管委会的主任哪 结果你可了不理了 你的权力大了去了 我说你的助理 以后都听你的 你现在在哪儿呢 你在这儿等着别动啊 那我让小月立马就去接你去 然后咱们和新城一块 到咱们未来的地盘去 小叔 听说您以后就是养老中心的主任了 以后啊 我就好好为您服务 您就帮我好好进步呗 眼红人 年轻人 干了多少年了 六年了 好 好好干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孙前程 你个大忽悠 管委会主任 管委会主任我管什么呀 我管这堆破烂呀我 我陈新成也是在商场上驰骋半生啊 我临了圈子这个鸟不拉屎的地方啊 别这么说呀 别这么说呀 二位 咱不能看眼前哪 咱得看将来 看美好的将来 这个将来就是从这儿起步的呀 咱找个做的地方咱细聊 细聊 哪有地方做呀 好 好 我不说了吗 别看眼前 得看将来 不得开发吗 要开发 怎么开发呀 听我慢慢说啊 来来来 小心啊 二位 你们知道国家对养老地产有优惠政策呀 那个新成啊 你趁着呀 这个袁英石呢 他心存内疚 你让他呢 跟上边去申请养老地产的批文 只要这个地方啊 变成了养老地产 那以后啊 那事就好办了 咱们这又会合了 这以后就有可能是咱们的办公室啊 怎么样 二位 这事咱就算说定了吧 新成啊 你就负责去忽悠 不是 去说服上边 把养老地产的批文弄下来 那个长江 你二儿子不是搞公司的吗 他一定有钱 你让他投几百万了呗 你去你的 你想都别想 我儿子那公司 现在能支撑的就不容你的 还你往这儿投钱 新成 你不是在集团有股份吗 那股份就是钱哪 别别别 我在集团公司的股份是我的话语权 我不想卖 那行 那行 那既然如此 那咱就把该说的话要说到前边 是不是 资金呢 我去弄 我来投 我既然投了钱 那我 我就得要权力 你还要权力 怎么着 你先把钱弄了 咱们再来商量这事 说定了 说定了 得嘞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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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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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 小晓晓 爸 您终于回来了 你走这么长时间我都担心死了 我就不明白 你说孙前程 你今天在忙忙跑前跑后的这么一天 他为什么对这事这么感兴趣 这么赏心呢 这么赏心呢 无力不起早啊 屈心叵测 屈心叵测 你跟我说说他有什么屈心 他紧着催我跟上路要那种房地产的 那个批文呢 惦记这块地呢 你这这这有什么可惦记呢 这地有 地是咱们新城的 又不是他的 他惦记有什么用的 所以他急着往里投资 有钱就有权哪 我告诉你 这个 那个批文我早就拿到了 你先别着急 真拿到了 我办的呀 我亲自跑的呀 当初也是被那电子画厂职工养老的事办的 投资没到位 公司没一钱了 拖了好长时间底人都忘了 现在是有批文也有地 分分钟开发呀 这事里别跟他说 也就是说 如果孙前程现在真弄得来点钱 就能够按照他的想法 用养老的名义开发房地产 人家打的就是这主意 到时候人家那投资的钱进来 孙前程可就是养老中心的股东啊 咱俩没钱哪 我倒无所谓啊 我是集团派来管理养老中心的 常庆你就可怜了 我为什么肯定 给你顶着一个养老中心 叫什么 管我为个主任的帽子 你没取完哪 这可不行啊 孙前程 全部全的都是小事 咱都一把岁数了 为这个事操心操力的 咱为什么呀 不就是为了集团的老同志们办点事呢 是 是 光想着发财那怎么行呢 那不行 不行 不是 你也是的 你说你都了解他的目的 你干吗把他拉进来啊 不然 我告诉你 现在还有一个方法 你跟集团说 把他现在带给开出去 就咱俩管这事不就 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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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还没钱呢吗 你让他找钱去啊 我明白了 钱让他去找钱 全得抓到咱手了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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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 你煮的这阳春面 我可馋了好长时间了 我记得小时候啊 你总给我做 是不是有一次 我妈出差走了一个多月 咱俩就吃了一个多月 别提了 别提了 倒怪老爸以前心思不在家里 委屈我女儿了 你妈怎么样 我听说前一段 你到他那儿去当助理了 还适应吧 其实我被辞退了 被 被辞退了 是我能力不够吧 在老爸新闻中 我女儿最优秀的 再说了做一个助理 你要什么了不得的能力啊 其实吧 那些工作上面的事情 一点都不难 就是因为我是夏总的女儿 因为她们怕我妈 所以也怕我 就都不给我安排工作 所以最后业绩审核的时候 我就没达标 孩子 你怎么这么老实 这个情况你应该跟你妈说呀 那您说您遇到这事 您会跟她说吗 再说了您这么长时间不着家 您回来了我也能陪陪您啊 真的 爸 您不用担心我 您可千万别找我妈说去啊 她肯定不想见您 你吃 吃 吃 吃面 吃面 爸 您怎么回来了 您不跟我说一声 我去接您啊 喝酒了 工作一定挺忙吧 爸 您也知道我这 用筹有点多 行 我走了 不是 爸 您今天住这儿吧 家里房间多 我也可以跟您说说话 不用了 我 你知道今天什么日子吗 今天 今天 没事 那赶紧回家吧 小青一个人在等你呢 我送送您 不用了 行 你等等 爸 你这些衣服扣子都系错了 我 我 刚才喝多了 吐了那衬衫一身 我就换了一下 没注意 千万别喝多 万一喝醉了 还得小青照顾 是吧 是是是 我下午一定注意 行 走吧 那我回去了 走了 好 好 好 睁开眼睛 小白兔最可爱 爱吃萝卜 爱吃菜 天哪 爸 我都多大了 您还送我这个 哎呀 说来话长 这是你很小的时候 爸爸答应送给你的礼物 但是因为跟你妈的那个 就把事耽误了 爸 现在呢 我借你三十岁生日 来兑现我这个诺言 嗯 再说了 不管你有多大 哪怕那就是家来人 在爸心中 你永远是我的好孩子 嗯 谢谢爸 爸爸 我回来了 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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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点水 那个 爸今天来过了 好 你在什么呀 因为今天是一个特殊的日子吧 爸就送给我一个礼物 什么日子 要爸送你礼物 你不记得今天是什么日子了 晓晴 你怎么又来了 我跟你说了多少次了 咱们已经结婚了 咱们不能跟那些 没事干的人一样 一年要过十几个 什么乱七八糟的节日 干的年有意义啊 婚姻啊 就是柴米油盐 天天淡淡地过后每一天 爸 咱一家四代五口 又挤在这么一个房子里 你说姑姑还让你帮她买房子呀 您要帮姑姑 我俩没意见 你说这些年我们 也没少往家里交钱吧 对呀 我 我跟奶奶说了 月月交 而且你们的钱 我也都给你们存着呢 将来你们买房子的时候 这钱 我也会再给你们 给你姑姑这钱 绝对不会碰你们的钱的 这你放心 对了 就说你们俩那个房子的事啊 我这几天也想着呢 你们不是自己名下没房子吗 以后这套房子就是你们的 你们要不放心咱们就过户去 咱明儿就去 把 把房产生改成你们俩的名字 爸 我们不是这意思 好像我跟萧莲抢房子似的 这房子就是您的 将来百年以后 这房子也是您的遗产 萧莲是老大 更不能跟萧建强 这房子是他兄弟俩的 我们俩就是想要自己的房子 我知道 也应该 就是你奶奶 说你 你小姑买房子 让我 给 给她几个钱 萧莲 爸要孝顺 要当好大哥 咱这当晚辈的也不能说什么 你说咱俩也不是小孩子了 老依靠家里也不对对吧 咱不行就出去当过吧 暂时买不起房 咱租不就完了吗 嘿什么呀 你这我 我怎么跟奶奶说呀 这个事 你奶奶她就喜欢一大家子 人牢牢小小挤一块 她热闹啊 再说了 依依不是还小呢吗 她需要老人给你们照顾一下啊 你说是不是啊 爸 我们也不是小孩子了 你说我们在孩子面前 不也是长辈吗 我们也得为孩子考虑考虑 小龙你说呢 你倒是说话呀 你说 曼玲 你也别埋怨爸 爸其实跟咱们是一头的 一直在奶奶那儿 给咱们做着工作呢 对了 但 但是奶奶都八十多了 她有个过程 你 你再给爸点时间 让她再跟奶奶商量上 说的就是了 你还成吗 行 那你们先商量 商量好了告诉我 那我先去上班了 你们先商量哈 依依 这事应该是 这是我 一定是 爸 他不是那意思 他就是 太想有个自己的家 我理解他 我还告诉你我真理解他 就你小宫买房子这事啊 别说他不愿意 我也不愿意 叔啊 您真的弄来钱吗 这话问的 没有金刚钻 干来刺激活吗 那我就不明白了 您要是真有钱 那整天东奔西跑的 还差点摔断腿 这有句话怎么说呢 他生命不息 冲锋不止 一条腿算什么呀 夏总 孙叔来了 告诉他我没空 可是他好像有急事的样子 他说您要现在不见他的话 他现在就过来 老东西 你回去告诉他 让他等着 好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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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孙叔 夏总一会儿就来 我先问你 这 这个东西怎么能停下来 还太闹得慌 小明 小明 在哪 关闭吸尘器 好的 主人 夏总办公室里的电器 都是通过语音来控制的 好 谢谢 那您休息一下 我先去忙了 好 小明 小明 扫地 小明 小明 扫地 小明 小明 我是夏明周 扫地 好的 主人 那个失利眼 看人下菜铁 你也就听夏明周的呀 嗯 是 是 能否尽你快雨天 快到 忧愁烦恼都忘却 打包所有疲倦 蒙着眼海向前 柴米油盐偶尔冒险 找一个梦去实现 我们一年一年一年 为着幸福绕了个圈 绕了个圈 像天苦辣缠绵 遗憾没有罪有欠 这一生人海来去 沿着远的回忌 尽好的坏的 尽我们自己 春夏秋冬 岁月漫长 冬南西北 人海闯荡 太阳照常 升起生活还要解释 总有人一路同行 我们一年一年一年 为着幸福绕了个圈 绕了个圈 三天苦辣尝别 遗憾没有罪有欠 这一生人海来去 沿着远的轨迹 尽好的坏的 尽我们自己 一天一天 哭过笑过绕了个圈 绕了个圈 被怀疑 被怀离合走遍 没有解不开的切 这一生团圆分离 回望每段情笔 请每个努力生活的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